阿斯特勒威斯特, baby 太极拳是我国古有的一种拳术 算起来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它在健身医疗上有显著作用 数百年来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你知道当今在我国各式太极拳流派中 有一个最为古老的拳种吗 它就是陈氏太极拳 要想真正了解陈氏太极拳 最好能到它的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村去看看 太极拳在陈家沟是妇孺节之人人接恋 全村两千多口人中会打拳的竟有一千四百多人 七十八岁的陈震文和七十七岁的陈旭才 所以鬓发斑白 银须飘洒 每天仍在坚持锻炼 陈家沟的娃娃 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拳 不少孩子的家长都是太极拳的高手 祖传的太极弃械 在陈钩会使婚的有九百来人 社员陈启旺一家十口 就有八口人会练拳舞械 二女儿陈贵珍打起拳来 姿势舒展大方 动作刚劲有力 功夫真不错 像这样的太极拳之家 在陈钩为数还不少 陈兰如他娘都快七十了 还不服老 他耍的这把春秋太极刀 又叫青龙掩月刀 对 是三国年间关云长惯用的兵器 瞧他 劈砍撩磨 又抽又斩 胡胡生气 真个威风 他十八岁那年 在开封打过擂台 十几天擂台打下来 竟无敌手 为陈钩人争了光 据记载 从陈氏十足起 陈家就有席拳练武的传统 传到明末清初 陈氏第九代的陈王廷 他是明末的战将 权艺精通且学识渊博 在河南山东一带很有声望 晚年 他隐退家乡 苦心钻研权术 教授弟子儿孙 他依据我国古代医学原理 和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并吸收了当时名家权势 创编了一套 我国最早的太极拳 就是流传至今的陈氏太极拳 自陈王廷之后 陈氏太极拳一直保持着家传世袭的局面 造成一种陈氏拳的神秘感 到了第十四代权师陈长兴 才将他传给了外姓人 是陈氏泉先在中原一带 震气声威 而后风靡全国 但那以后 才有了杨氏 武氏 吴氏 孙氏等太极拳流派 陈氏太极拳世代相传 名师辈出 而享誉当代武林的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是陈家沟 陈氏第十九代传人 陈小旺 陈小旺 就是四十多年前 明镇北京拳坛的著名拳师 陈发科的嫡孙 父亲陈兆旭 也是武林高手 小旺从八岁起练拳 深得家传之奥妙 他曾三次 在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 获得过金牌 要说是将门出胡子 那真一点不假 陈氏太极拳 宿以年绵拳独树一致 此拳 有刚有柔 刚柔相继 续发相变 快慢相见 这也就是陈氏太极拳最大的特点 陈小旺的拳意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行家评论 他的拳滑如泥 黏如镳 外似棉花 内似铁 洞如流水 静如山 各方面都具有陈氏太极拳的传统风格 如今 陈氏拳中 由松入柔 运柔成钢 虚实结合 连绵贯穿的原则 已被其他流派所采纳 而跳跃 跌叉 腾空 震脚 和发手于外的钢筋 却是陈氏太极拳所独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 陈氏太极拳 从古代打到今天 从中国又传到国外 陈家沟呢 也因此文明中外 成了举世瞩目的拳乡 每年都有来自国外的客人 到陈家沟学艺 一到这个时候 小小的村落可就热闹起来 在陈家沟 太极拳以它防病治病 延年益寿的作用 使人们身体素质普遍增强 世元群众精力充沛 一个心思搞生产 粮食连年获得丰收 平时陈家沟人常说这样一句话 喝口陈沟水都会翘翘腿 今天耳闻目睹 果然名不虚传 陈小旺 陈小旺今年三十七岁 却以飞升全坛 门升满座 弟子成群 国外经常有人慕名而来 想从他那儿 获得陈氏太极拳的真功夫 这个日本太极拳学习团 已经是第三次来中国了 他们当中 有的人太极拳已经打得不错了 可以想到 国内还有几十个徒弟 等他回去传授 那还得努力 跟老师学扎实一些 武田兴子 对学太极拳 简直着了迷 他四次来这儿 为了学拳 几回推迟了婚期 日本客人对太极拳的使用法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陈氏太极拳的神奇魅力 真不知迷住了多少人 他们俩是瑞典空手道协会的成员 能学到中国的太极拳 那是他们向往已久的事 今天总算如愿以偿 据说 练拳若到了高级境界 气血周身贯通 身体的各个部位 包括臂 胸 背 胯 肘 都能发出具有相当威力的劲 这种与太极拳相辅相成的双人推手 也是陈王平所创 它是武术技机的对打项目 看准了 小望牵动了对方的重心 再看 这叫背折靠 使得是后背击人 这个叫银门靠 是用前肩击对方胸部 这招厉害 叫肘击 陈小望 陈小望现任河南省武术馆教练 他教授徒弟 是言传家身教 一丝不苟 置到这里 借河南省武术馆代表 身定属演统 足距物 住竗 在这里 现在我们人感到 陈氏太极拳从产生以来 他的朝朝世世朴实无华 倒很像我们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庄家汉 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统统没有 这恐怕就是许多血性方刚的小伙子 为什么喜欢研究学习陈氏太极拳的原因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多少年来盛行不衰 有关太极拳的理论也在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陈小旺在授权之余 还深入研究太极拳理论 重新编写了陈氏三十八式太极拳 和写出太极拳使用法一书 今天 根生于中州大地的陈氏太极拳 是大有希望达到新的高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